第二次 從我們交往開始 然後這個 我送她的時候 已經是我們認識兩週年的時候 我才只好送她 剛好那個時候 我們要去倫敦二度蜜月 到了第二天早上 然後我就幫她整理 要出門的東西 我就幫她拿圍基 我就說 天啊 這條 因為它很有經驗價值 所以它一直用到 今年 這金用了大概快七年 為了給它驚喜 我在買了以後 它睡著的時候 我就偷偷的把它皮膀打開 然後開始 其實看男女在一起 一定有一些紀念物 尤其結婚了 那麼婚前會有一些紀念物 婚後也有一些紀念物 婚前的紀念物 可能是比較浪漫的 比較愛意的 婚後的紀念物 可能是比較實用的 會不會 今天四位都是接過婚的人 唯一的男性就是座座 歡迎 王醫師 你好 我到底為什麼要來錄這一集 我現場看到這一集 對 我想說 為什麼我一個男生 要跟這些女生 男生你真想做 你以為我老婆先先在家沒事幹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她老婆沒辦法來 因為老公送她的紀念物 她說她都上網拍賣掉 對 沒錯 我老婆非常環保 對 真的嗎 還是你送得太爛 也有可能 尤其她連用都沒用 她就直接賣掉了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送東西是一種學問 對不對 好 那個我們來看 郎主婷結婚12年了 對 那 而且我們交往八年才結婚 交往八年才結婚 座座呢 我結婚五年多 五年多 交往多久 交往大概不到兩年 很快 王儀呢 我結婚三年半 然後交往四個月結婚 交往四個月 阿里呢 結婚一年半 對 還沒兩年 那我們在一起 很快就決定結婚 可是差不多真的 還是在一起一年多才真正的完婚 對 婚前哪一些妳老公送的東西 第一個送我的東西其實 因為我們一開始是長距離的 長距離的 她第一次送我的東西 是從美國寄一些泡澡的東西給我 泡澡的東西 因為那個在台灣我買不到 然後她就是跟著 我就是一開始打開 然後後來在底下 就發現這個小小的 我就覺得 什麼 而且她們好像高端女生 寫這個I love you 你看 對不對 一跟劍這樣子 對啊 我覺得還滿 而且 是像國小 我是這麼壞 對不對 I love you 對不對 妳知道她多用心 她說她為了摺這個 她就是上網查了 然後摺了好幾個小時 妳看 摺壞了這麼多 妳看得出來其實不是會摺的 不是 摺不太久了 這這個有這麼難摺嗎 小燕姐妳不要隨便打開 等一下摺不回去了 難了吧 男生本來就不會做這些 對 但是是 這是什麼 我們 因為我們前面好幾個月都是分開的 然後我們後來終於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 我們回美國去看她 然後她就是帶我去看百老輝 就這個是紐約的 然後這個是 《The Miserable》就是那個 《悲慘世界》 因為這也是我最喜歡的書 然後一直沒有看到 百老輝的音樂劇 這一對就是比較 就是很有紀念性的東西 這很像高中生談戀愛 對 沒有 因為他們了解我個性 他知道其實物品我比較用不到 我不喜歡太多 我喜歡經驗的 所以他就是會想我喜歡的東西 不錯 婚前 妳老公送妳什麼 其實他不是我原本送他的那一條 對 我原本送他的那一條呢 長得跟這個一模一樣 那為什麼會有這一條 其實這一條 我送他的這條圍巾呢 這滿長的 我老公他還滿高大的 所以我從交往 然後到了結婚的第二年開始 很暖嗎 小燕姐 妳老公有多高大 大概180 對 都滿高的 這不錯 這圍巾可以折到刀 折到腳 很暖 不用穿襪 這個圍巾 是妳打的嗎 當初呢 從我們交往開始 然後我送他的時候 已經是我們認識兩週年的時候 我才只好送他 所以真的整個過程 花了兩年多隻 對 那為什麼我會趕快盡力把它 趕快織好趕快送他 因為剛好那個時候我們要去 倫敦二度蜜月 所以他就很冷 然後我就說趕快織好 然後送給他 這是妳親手織的 是 等一下 小燕姐 故事還沒講完 對 還沒講完 有一條 織了那條圍巾送他對不對 然後就去倫敦 去二度蜜月 然後就去了那時候的景點 倫敦愛 所以是一個很大的摩天輪 然後我們就很高興跟他上去 然後因為那天 大概我們上去的時候 已經11點了 晚上11點 然後拍完之後下來之後呢 我們不是就很冷嗎 然後就趕快拿了圍巾 趕快要裹起來 然後趕快到室內 然後結果到了第二天早上呢 然後我就幫他整理要出門的東西 我就幫他拿圍巾 我就看到這條圍巾 我一看 我就大叫 我就說天啊 是誰知的 拿到別人了 因為呢 她是個 某一個觀光客的 某一個觀光客的嗎 因為我們在急忙的下車當中呢 對 拿錯了別人的 因為講得太像了 她就說 小燕姐 我想到另外一個畫面 是另外一個女的回家 她就幫她老公說出門 因為小燕姐 好特別的紀念物 就 好吧 就把它當作我們那時候 巨輪的玩好了 老公不要戴綽號 不是 這個是 這個 剛剛小燕姐說 像Ivy的老公 鞋子很像小學生對不對 我覺得他們 在國外讀書男生都很像 他們鞋子都很像小學生 而且她還化掉有沒有 她把這個 誰給妳的卡片還化掉 對啊 這是結婚前還結婚 這個是這一組 就是蠟燭跟這個卡片是 她求婚的時候 求婚才是四顆 不是四顆 大概有幾百顆吧 因為她跟我說 幾百顆點起來 我真不懂 在電影裡頭看滿式的蠟燭 我都覺得 因為這是個幻覺 妳要知道 妳點完前幾十顆的時候 後面已經來不及了對不對 沒有 所以那時候的狀況是 剛好那天是除夕 然後除夕的晚上我們一起出去玩 然後跨年玩得很晚 其實這交往四個月當中 我們都沒有爭執 因為還是熱戀期 對 然後那天晚上 我就覺得她很奇怪 她就覺得 她怎麼惹我會不高興 我就覺得怪怪的 但是她就沒有發生一點口角 然後玩到大概凌晨三四點吧 她送我回家 但是回家之後就 心裡也是不太舒服 然後就睡 然後到第二天就是初一 然後剛好那一年的 初一還是初二 剛好是情人節 凡是她求婚的那一天 然後那天早上她 我四五點才睡 她早上八點就打電話給我 然後就跟我說 我現在身體不太舒服 妳可不可以過來找我 然後我就已經在不高興了 前一天晚上就在不高興了 然後她又 早上又一早叫我起來 又說要去找她 但是因為她說她不舒服 我就還是趕快過去了 然後就什麼也沒有弄 就穿得還滿邋遢的 然後就過去她家 然後開門進去 然後我就看到像這樣子的蠟燭 就是一路 她家一進去是有個露台 然後看到進門口 然後就放著這個蠟燭 她晚上四五點回家 就一直在過來 就開始了 好可憐 我還要問她 就沿著露台 就是都是這種蠟燭 然後一路進去 然後我就開門 開門進去是客廳 然後我就叫她 然後叫她 叫她都沒有人回應 然後我就看到 從這個蠟燭 從進門 還是很像恐怖片 對 還滿恐怖的 對 其實她一直看不到人對不對 對 看不到人 然後還有蠟燭 然後我就看到有樓梯上 然後也是有這種蠟燭 就一直排 排在樓梯 一路往下 然後到了地下室 我就往下走對不對 然後我就往下走 走到了 她的地下室是那個餐廳 一個大餐桌 我就看到那個餐桌上面 用這個排成一個愛心 大概這麼大吧 就愛心的蠟燭這樣子 然後中間就放著一個小盒子 然後還有這一張 有畫掉的卡片 對 畫掉的卡片 對 然後我就心裡已經覺得 那就有底了嘛 然後就有點驚嚇 還滿挫的 又驚又喜對不對 就沒有 想說是不是鬼片 有嗎 已經有愛心了 就走到 對 走到那個餐桌前 然後就是人很奇怪 就遇到那種狀況的時候 我就知道她可能要求婚了 然後就還用 穿過這個蠟燭點的這個火光 然後就探頭去看 她協助 探頭去看的時候 總把她燒起來 可憐姐 沒有啦 我在講 我就是浪漫的求婚過程了 對 但是浪漫有的時候會出錯 對 探過蠟燭就這樣 朗祖宇 真愛今天好浪漫 讓黃宙萱當場陛下超錯貌 她不說話 可是她的行為很浪漫 真的嗎 然後當時她剛進來台灣 對 剛進來台灣算是單價滿貴的 女生表演男生表演差1萬塊錢 對 然後我都捨不得 偷偷摸摸說我有個東西要給妳 然後我想什麼東西 我就拿出來 然後我就 妳打開了這個表演 那都快掉下來了 妳化妝包好態度了 很浪漫對不對 那就是那時候有很多很多 可是我都沒有留下來的 就是剩下這樣子 剩下的 她應該找蠟大一點的蠟燭 就不用點那麼低 她可能過妳的時候 來 祝賀醫生 來 婚前你送配證什麼東西 OK 我很難找到婚前送她的東西 你應該送的都不是她喜歡的吧 不是 不是 那這一咖沒有被賣掉 小燕姐可以看到 因為她實在太舊了 真的賣不掉 這沒有人 沒有人會花錢買 你送她化妝包啊 對 因為藝人嘛 藝人一天到晚都要用化妝包 我剛認識她的時候 那妳知道她很省 我看她買一個很爛的一個 可能不知道是那種 週年慶送的那種贈品在用 但是妳這個是名牌的化妝包 可是很小 對 可是所以 可是用很久了 對 可是我有發現她很小 因為妳知道我為了給她驚喜 我在買了以後 她睡著的時候 我就偷偷的把她皮膀打開 然後開始給她換那個 把所有東西丟進去 把所有東西換到這裡來 想說她明天一錄 妳就會看到她新的化妝包 就發現放不下 因為我一看 妳這樣很小嗎 妳要混一些我們有經驗的 真的放不下 對 我 所以第二個化妝包是這個嗎 沒有 對 我就自己擅作主張 把她先拿掉 所以隔天她是 然後她就生氣 為什麼我的睫毛膏不見 我的化妝品啊 為什麼會超級 是不是很有紀念價值的小燕姐 要錄影了 那東西不見了 妳看 頭都會發麻的 誰記得這個包 我的那個睫毛膏咧 我的那個什麼 你把它拿掉了對不對 對 你真的做醫生的 真是 我們只是想說 並不是所有的器械都用得到 可是她就很緊張對不對 對 但還好啦 其實我還是有 就是請經紀人另外一個袋子 把它換車 換車送給我 對 我真的忘了 我覺得做出你 真的做出自己還滿做作的 真的 可是你看 因為她很有經驗價值 所以她一直用到 今年因為她生日 就是小禎她們另外送了她一個新的 她才把這個換掉 她真的很愛 真的喔 這已經用了大概快七年了 這一拿出來就難看了 這個在化妝間拿出這麼一個包來 這麼一個難看 所以小燕姐妳可以問一下劇組 她現在都是帶妝來的 很少會來現場化妝 你下一次就買一個黑色的啦 這樣可以更實現 其實你看 佩正妳拿出來的時候 這個旁邊小禎應該掉眼淚吧 是不是 這個還不錯 這個還是滿有紀念的 來… 妳的老公 這個楊老公 外國老公 她不說話 可是她的行為很浪漫 真的嗎 對 其實我手上這支表示 她送我的第一個禮物 這是一個銀式的名牌 然後當時她剛進來台灣 對 剛進來台灣 算是單價滿貴的 但是我偏偏又不喜歡帶小的錶 小的錶跟男的錶 女生的錶跟男生的錶 差一萬塊錢 對 然後我都捨不得 我也捨不得 她那時候也沒賺多少錢 她那時候還不錯 還不錯 她其實一直都不錯 那時候她換公司嘛 是總經理 可是我就每次在 因為台灣剛進來只有一家 我就在那裡晃過來 晃過去 就是買不下去 晃過來 晃過去 她也沒說話 是後來她去了香港 然後去工作的時候 她就刻意買了 當然香港的價錢 比台灣便宜很多 她買了 然後偷偷摸摸的 就是偷偷摸摸說 我有個東西要給妳 然後我想什麼東西 她就拿出來 然後我就 對 一打開來這個錶 我眼淚都快掉下來了 因為我是捨不得買 妳的化妝包好太多了 對 這是一個 然後後來她就覺得說 我應該秀氣一點 所以她就把她那個店裡面 最經典的女錶她也買了 沒有… 對 她就把那個給我的袋 然後她後來知道 我很喜歡銀飾 我發現她送的都是銀飾 對 她知道我喜歡 所以她就是專門找這一家的 就是只要她覺得 聖誕節 生日 幹嘛 她看到 其實真的很方便 對 因為她知道 其實知道老婆喜歡什麼 就好送 對 但是送完了 老婆一直上網賣掉 這其實要檢討 對 我覺得這應該要做一集 來檢討一下她們的心態 真的 然後包括這個鍊子也是 這個鍊子 對 也是那個牌子的 而且是經典款的 然後這支水榻很可愛 這是水榻嗎 對 躺著 她這樣躺著 這樣子是誰 對 她只是把它站起來 這支水榻是一個 還滿有名的一個水晶飾品 但是它很少做這種造型 因為我們都覺得 剛剛一直以為是老虎 躺著那兒還是躺著 是躺著的那個 他們不是吃東西會抱著嗎 對 這樣吃東西 因為我們很喜歡動物 好可愛 我們很喜歡 然後常常在討論 常常在看到圖片 她一發現這一隻 她就把它帶回來 她又怕破 事實上人家包裝得很好 她一路就抱著它 就這樣抱著它 好可愛 對 然後回來我好開心 看到那個水榻 她太可愛了 可是呢 她一路抱回來的結果 就是我不小心把她的腳弄斷 我打倒的時候換位子 不小心手一滑 她有點不高興 她有點不高興 她說這麼可愛 這麼寶貝的東西 妳把它 妳給她穿一條裙子 就看不出來 對 這樣就更害羞了 對 所以她大概婚前大概 其實婚前會後她送的東西 都滿差不多的 對 其實結婚當中 那不是都要丟出去給別人嗎 對啊 妳不是要丟出去給別人嗎 因為我們 我婚禮的布置 其實都是我親手做的 那我已經知道我想留下來 所以我就是訂了這些木花 然後我自己做這些 自己做的 對 所以自己做我覺得 我就多做了一個 一個是為了丟 一個自己留 很多美國人會這樣 要多做一個 我要知道媽媽 我不准她這樣做的 對 妳看這樣 如果我生女兒的話 她以後也可以用 這個不錯 真的不錯 妳現在生的是兒子對不對 對 所以還要再加油 對 好 所以這 這個是 這個就是 這個很特別 這個是我們是在夏威夷結婚 那個飯店知道我們是新婚的 他們就設定一個 像蜜月的聖節 他們就是還滿貼心的 他們就是送我們一瓶香檳 妳就把它帶回來了 我們那時候在想 那這個還滿… 因為我們兩個其實不太喝酒 那我們就覺得 我們可以留到一週年 就是一年的時候再喝 再喝 對 我們就覺得 所以我就是把它包得很好 就是把所有的衣服用那個包 然後我就扛回台灣 然後在台灣 我就馬上放丁香 差不多結婚半年 我發現懷孕 所以第一年沒辦法喝 那我們那時候就覺得 那第二年搞不好可以喝 可是我這樣看 但其實第二年可能還在餵奶 所以也沒辦法喝 那第三年可能又懷孕 所以這個可能會留到十年吧 Yes… 其實是 這個是 因為當時我發現懷孕的時候 我一直不相信會懷孕 因為我一直以為我身體很差 所以我每一天都一直測 就一直測有沒有懷孕 就是買了好幾個怨孕棒 其實在家裡有一箱的 就是都是測困的怨孕棒 我每一天都 有沒有這麼懷疑 早晚都測一次 你其實可以去一次醫院 她不是 她不是 太穩 真的就是不容易接受 因為她說一句最簡單的話 你其實可以去醫院 但是她就不想請願 對不對 王宙軒甜蜜求婚小段 老婆不解瘋情好尷尬 付了20塊歐元的小費 請那個服務生幫我 把藉口藏在甜點裡面 這個甜點就會上來的時候 我想說她應該會哭得更慘 結果她就是一直把服務生叫回來說 不好意思上面有個賺錢 回頭叫服務生 她轉頭的時候發現 尾巾也是犯規在你上面 好 就是婚後的 根本應該去CSI上班的 對 我們婚後 婚後的就是去 我們去法國 她的紀念品都是什麼票根 對 去看百老輝 就是紀念為主 紀念為主 因為我老公 很不會送禮物的 看得出來 這個時候呢 那個是在夏威夷剪的 剪 我們就是 其實我也有一個影片 那時候就是在 在膚淺的時候就剪到了 剪到了這個是不是 對 哇 繞圈圈 自己拍自己的繞圈圈嗎 對 然後後來我們去潛水 對 還遇到一個海龜 就是 就這邊了 Cute喔 就在那裡剪到的獅頭嗎 對 我在海裡面剪到 你看她這樣玩多開心 她怎麼希望自己懷孕呢 對啊 以前我們就是 跑來跑去很愛旅遊嘛 後來就是遇到這個 海龜 所以你看婚前 多自由對不對 對啊 好好妳生四個嘛 更自由 有啦 其實我告訴妳 現在就覺得很好 對 生一個最不自由 就放了 對 貼心嘛 貼心 貼心 至少是進口的 還進口的 日本製的 對啊 進口 比較花錢 這一次呢 為什麼 這不算是禮物 這算是我是貼心 是妳買給她的嗎 對 因為前年來是 坐坐 我已經打了兩年 好好生了兩個孩子 要不然變感冒藥 沒有 要很多啦 都是製作單位 坐坐 這個時候 妳得要再多一句 其實妳就去一次醫院就好了 其實就是不要專業吃陳藥對不對 沒有辦法去演 對 因為那個前年的時候 我們去日本滑雪 然後滑雪的度假村 就是在很偏僻的一個山上 然後剛好到了 因為本來去之前是我感冒 然後到了那邊之後呢 第一天我就玩一玩就比較好了 然後到了滑雪的第二天呢 就我感冒好了 變成她開始感冒 對 那可能是那種 我傳染給她了吧 然後我就好了 可是她感冒就是非常嚴重 就變成那種躺在床上下不來那種 所以這個是貼心的禮物嗎 我覺得很貼心啊 她耽誤行程嗎 她耽誤行程嗎 那天晚上已經凌晨了 怕白花錢了 因為在滑雪場 就只有一個度假村 然後那時候已經凌晨了 商店也都關了 都打烊了 然後也沒有醫生 沒有醫務室都沒有 可是我又看她躺在那邊 很難過 所以妳是冒著生命危險 去買到這個感冒藥對不對 其實小燕姐妳說生命危險 真的有原因 因為我是當天晚上 從那個山上自己叫檢測 然後自己一個人 然後大概坐了兩個小時 才到市區 因為我想說 想說可能市區是那種 藥妝店是24小時的一定有 所以就來回差不多四個小時 這是欣妍還是很了不起 真的耶 如果照醫生來講的話 就叫她泡泡澡 喝點水 對不對 就好了 對 沒錯 就是說休息就好了 你留在旅館休息 我們自己去滑雪 這樣就行了 不行 我要他教我 因為我那時候還是初學 家裡有醫生的命運是這樣 我感覺是不是結婚越久 越變成那樣 不是 座座先生一直都是這樣 我一直都是這樣 OK 那我可以看見 他女兒女生病 他都說沒關係 看看就好 對 沒錯 對 越是醫生反而越安心 不是 小燕姐 妳剛剛沒有聽到王茵說的 我希望她趕快好 因為她有教我滑雪 對啊 她有教我滑雪嗎 她有去滑雪嗎 後來她就是休息之後呢 真的有比較好了 雖然她還是很難過 當然我們還是有去滑 妳還是也還在逼她在裡面 後來有一段會滑得很快 但是照滑 把她切合到後面去 可是這個表示她老公 真的還滿體貼 對 體貼 對 妳也體貼了 妳也體貼 好 好 去做老婆最好的 就是陪她多休息就好了 還要她去滑雪 老公不是鐵人 好 接下來婚後送的是 這是求婚 因為我想對每一對夫妻來講 求婚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個沒有 這個賣掉的話 還是其實已經賣掉 是那個燕瓶 我差不多 還是賺 那個賺是賣掉 而且很巧 因為我當初送她的時候 我就是跟她解釋說 我希望 中間這個大顆的是妳 旁邊兩顆 小顆的是我的小孩 就生了兩個 還好妳沒有送一圈 為什麼不送一圈 妳就生六個 滿天心 滿天心對不對 對 但是這個 那個時候買這個要多少錢 大概 差不多六十接近這樣子 但是我想要解釋一下 因為送鑽戒沒有什麼 重點是說 當我們把鑽戒放進來 然後蓋起來 那因為我要去歐洲求婚 所以我一整個 就這樣 全都是這樣 跟著我一直上山下海 不是 不是 蠻醜的 還是妳 我不是怕掉 是因為行李都是佩甄收的 怕被發現 等一下 大家沒有覺得妳這樣怪怪的 佩甄也沒發現 所以我非常的辛苦 有時候 因為有時候出去玩會揉揉抱抱 要揉揉抱抱的時候 我還必須把它拿出來 也拿不出來 放在後面的口袋 幹嘛這樣更怪 這樣子才能夠抱 他屁股就會變這樣 我長了九天了 九天了 因為這不第一天求婚呢 因為剛好 就讓他自己長啊 不是 因為 九天後到那個蒙地卡羅 很浪漫 對 蒙地卡羅 感覺就是比較浪漫這樣 而且那時候剛好就是 本來按照計畫 是剛好會在我的生日那一天 結果 結果 小燕姐妳看一下 我求婚的時候 我是付了20塊歐元的小費 請那個服務生幫我把 這個很危險 很危險 那個危險 我跟你講 一個冒失鬼就吃下去了 對 不是 但是還好 那時候佩甄是這樣 我們到了那個餐廳 因為那個餐廳在蒙地卡羅 還滿有名的 可以看到很 誰會注意到那上面有個證件 對 那天真的氣氛太棒了 這個甜點還沒上來的時候 佩甄已經哭得稀哩花啦 她說我怎麼人生 可以來這麼漂亮的地方 然後等到這個甜點重點上來的時候 我想說她應該會哭得更慘 結果她就是一直把服務生叫回來說 不好意思 上面有個專階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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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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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說 你說這個戒指是給你的 她有沒有再哭 有啦 沒有 她回頭叫服務生 她轉頭的時候發現 尾巾也是半跪在地上 她才發現說 座座 座座 妳腿痛嗎 她真的好笑 她好笑喔 妳們就對夫妻 對 然後所以到那時候 她已經沒有任何感動的氣氛了 妳自己搞砸了 真的 她自己搞砸了 對 她後來就是笑得 就是笑得很開心 那也不錯 因為她說她已經都哭完了 沒有任何哭的Feel了這樣子 真的啦 這是我們她說 求婚完以後拍的照片 你那個時候 你那時候頭髮很像浪人喔 沒有吧 那時候比較像醫生吧 感覺很像 感覺 那這個是婚後送的包包 這個還沒有賣掉 這個還沒有賣掉 因為可能是單價比較偏高 在網路上不好賣吧 我在想 這是因為就是 我們她懷孕的時候 懷第一胎的時候 那我們有時候就是 都會出去吃吃喝喝啦 那她看到朋友有很多那種 朋友已經都有這個包 那她卻沒有 那她就 這顏色是你挑的嗎 對 我跟你講 小燕姐妳知道這個包很難買 王妍應該知道嘛 就是要排隊 對 但這顏色是你挑的嗎 我跟妳講 我一定要解釋一下 妳看王妍姐 小燕姐 妳現在終於知道 還沒有賣掉的原因了嗎 不是 不好賣 現在顏色 這顏色不好賣喔 那因為我根本 而且妳知道嗎 有帶小孩或者吃東西 這個包 妳根本就要拿個塑膠袋 套起來嗎 她看到的表情是什麼 她看到我非常高興 我是說 她寫我這些小包很臭 她就一直在找 然後這個是她去年送的 男人能細心買到這個小包裡 對啊 我們就說老公拿一下比較可愛 那妳要教妳老公 大家要給我教她 那怎麼樣我們要教她 我也要拿給妳 我這一個我教妳 妳知道嗎 有帶小孩或者吃東西 這個包 妳根本就要拿個塑膠袋套起來吧 對 那因為我真的 這妳選的嗎 對 我選的 因為我買不到 我幾乎是在精品界 放出了風聲說 我要在一個禮拜內拿到這個包 那有一個人排到了 他大概看這個顏色 他也不想要了 他就說 坐坐 我是那個誰的朋友 聽說妳想要一個這個包 我馬上讓給妳 對 這個顏色 這是 雅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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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看到的表情是什麼 她看到我非常高興 我是說 盒子還沒打開來的時候 所以看到顏色有失望嗎 看了顏色有 她就說 哇 有點像蓮藕的顏色 哇 蓮藕的顏色 這麼多耶 可是這個顏色 配小燕姐今天穿得剛好 這倒是真的 對 配紫色系很漂亮 我比較難 對 我跟你講 只有穿這個衣服 才顯得出它 真的 是紫色系的 那我知道 我多買幾套這種顏色衣服 不過坐坐滿有心的 你不覺得嗎 很可愛 來 妳老公婚後 雖然送的還是銀式嗎 沒有 她以為還是有持續送 像這個是前年送的 她老公送東西很雅緻耶 對不對 她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在 結婚紀念日或者是我生日 或者是在聖誕節的時候 她會寫卡片 然後卡片就會放在 還是老式的卡片對不對 對 這是聖誕節 去年聖誕的 座座有寫卡片嗎 會 但是我不一定 侷限在卡片 我說是小紙條 她的那個桌子 便利貼嗎 對 就是放滿了我的便利貼這樣子 便利貼就是老婆 我晚點回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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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東西怎麼不見了 老婆 沒有…我的很厲害 我說 好啊 至少你要畫這個 這句話要講 對 老婆 她就丟不掉 我跟誰有約 我愛你 對 就是類似這樣 我老公寫的文字 就是他平常不會說 可是他在文字上就會寫得很浪漫 可以看嗎 謝謝你一直都跟我分享 許多 許多 即使有的時候你會覺得我不夠好 可是我會盡力做到最好 我希望期盼更多更多的年 能夠一直都跟你在一起 Oh my love 這個包包又是什麼回事 因為我喜歡背大包 可是就是有一些東西你很難找 所以有時候大包放在那個錄影 就放在休息室什麼的時候 我身上會寫背一個小包 他嫌我之前的小包很醜 他就一直在找 然後這個是他去年送的 這個就是一個 他覺得背小小的比較可愛 比較不會那麼大包 其實男人能細心買到這種小包 不容易 對不對 對 你老公不會 你都給他買感冒藥 你還要求他 不管 不管我就是穿什麼衣服 或買什麼鞋子 或是買任何東西 我就問他說 老公哪一個比較好 他就說 I don't care 他就說 我只在乎一個是你這個人 那妳要叫妳老公打電話給我 我教他 那怎麼樣都要講 我也要打電話 喔 這一個這樣子 你都說你會嗎 我老婆也都問我 就是會發訊息給我 或是說哪一個 我都會 就是我一定要看一下 然後看很久 會說這一個 其實我看不出來 難怪他買回來都賣掉 對啊 因為老公說這個好 這又不是他想要的 對不對 又不好意思說都問了 都問了對不對 其實我們問他的意思也只是 我們問他的意思是 也只是想說兩個拿一個好 他就說 那你兩個都買好了 我們問他一直只是想這樣 會不會聽懂了沒有 其實是我應該要跟他老公選 對 講得說幹嘛 你喜歡就拿走 我不在乎 那我可能好吧 那你既然不喜歡就都不買 那這個你老公也要跟他試 就都不買 都不買 對 但是我有時候在開刀 那個 那不是你不選 你不給我回答 你不給我回答對不對 其實 其實這真的是Bob細心的地方 對啊 然後他覺得說選一個 比較亮一點的顏色 好像都可以配 對 但是唯一遺憾的是 他真的有點太小了 是 就放一個手機 一包面紙 所以男生都有了 對 男生有的時候其實捏不準 對不對 化妝包滿那麼小 化妝的東西 對 補妝的時候有點 這包會撐起來會很好笑 對 那包你要把它弄成這樣 整個就很土嘛 對不對 他就要秀氣 可是他 但是我覺得他很敏感 他有說 你不喜歡那個包對不對 我知道我買錯了 然後我就覺得 噢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沒有不喜歡 只是要看場合 所以我跟他出去的時候 我就會盡量背這個包 然後呢 背這個小包再背一個大包 大包他會幫我卡 真的啊 我出去我的大包 他一定就是自己接過來 所以他因為他太亮了 所以我常會忘記我的包 就是我走了我就走了 吃完飯 在餐廳吃完飯我就走了 走到 我的包已經走兩條街了 我老公說在我背上 還好你老公不像他們會拿包 把別人的圍巾帶走了 我最怕是他把別人老婆帶走 他是我比較擔心 對 王妍收到一個婚後最好的禮物 就是新房裝潢 好大的禮啊 是房子 是裝潢 裡面的裝潢 還是很大的禮 很大的禮 可是裝潢的時候 是按照你的講法 還是按照他的想法 對 因為剛剛好說 這個就是重點 對 我說送給你 結果是按照他的裝潢對不對 這個就是是不是 哇 這太大了吧 哇 好暖 我們那個床會不會太大 我們的臥房 對 那個床是有特別大 因為從我懷孕到他裝潢房子 然後到整個完工 我剛好就一直都在懷孕 剛好一直在懷孕 所以就也不能去新家看 對 因為事工 就是家長會講話 然後結果 那時候我們第一次去度蜜月的時候 也是到了蒙蒂卡羅 對 然後就有一些 住一些飯店 然後有幾家飯店我很喜歡 這也是我們就是一樣 去度蜜月的時候住一些飯店 然後我喜歡的設計 妳的家裝潢是各飯店的集合是不是 是我老公他自己 每一處都是他自己親手設計的 但是他有融合一些我喜歡的細節 譬如說這個 這間房間是什麼 這個是浴室 浴室 妳看這個門就知道浴室有多大 就是剛剛握室旁邊的浴室 這個浴室的門好像人家的那個大門 對不對 對 對 這個門 就上面那個玫瑰花 那個門把也是 就是 她很注意說 對 她很注意說我去到一個地方 我就說這個很好看 我覺得 我們家也可以用這樣的設計 她就做筆記把它寫下來 可是因為像這些東西都 沒有辦法買到 然後她就把現場拍起來 然後回台灣之後 因為我整個懷孕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是到 她設計好完工 然後那時候生完吧 也做完月子 一去然後才看到 都滿意嗎 都很滿意 所以這個新家整個的裝潢 一兩年都是在 都是在 我都在懷孕 都是她默默的進行對不對 對 因為我很想幫忙 相形之下 妳的感冒藥 就顯得更特別了 花了四個小時坐車 然後還冒著生命危險 因為我一個女生 對不對 然後凌晨 然後半夜從山上坐車下來 OK OK 金錢可以衡量一下 好棒… 這個你知道就是家裡的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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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坐車 你有問你老婆要禮物嗎 我會 因為我老婆都不知道 送我什麼東西 對 所以大概到去年 我終於再也受不了了 因為她每次都會先跟我說 Honey我不知道要送你什麼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然後就買了一些 沒有 男生的東西好難賣 是因為難賣 是因為難賣 你會發現她有很多醫生朋友 有了一些禮物 沒有 所以我反正我去年開始 我就跟她講說 我覺得你不要再送我實質的東西 就是我想要的是一些回憶 一些人生的紀錄 所以 所以我就 所以這有點像 對… 所以我就跟她 其實是 我那時候跟她講這段話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剛好看好了 今年有一個tour 我很想參加 所以 你們兩個好耳於我炸 我講完之後我就說 不然 那是去年嘛 去年的時候我就跟她說 不然今年我的生日 妳就送我 讓我去芝加哥 騎一下哈雷好了 等一下 哈雷的朝聖之旅 你的時間有沒有算對 不要去人家就出發了 沒有算對 沒有 等一下 你這個禮物是 你一個人去還是 沒有 我跟她說 我希望這個禮物 是她跟我一起去 對 因為她是很討厭坐摩托車的人 但是我卻是一個追風少年 所以 你有沒有聽人家自己講 我是追風少年 我告訴你 我曾經聽過這句話 是鄧安寧講的 我是追風少年 我看都沒啦 還追風少年 因為嬰兒嘛 還不長毛嗎 對 所以 所以我就是很希望 她可以跟我一起去 我說妳老公這麼熱愛哈雷 所以妳一定要陪我 就是陪妳老公去炒炒 那現在妳老婆陪不陪妳去呢 有 她陪我去 陪妳去 對 我們有看了一些項目 這是哈雷的總部 而且今年是哈雷這個110週年 我覺得她坐在那車後面 一定心裡 她坐著 這車很舒服的 她在後面都睡著了 哈雷很好坐啦 很好坐嗎 應該是值得 對 很好坐的 這是這麼少年 對 我們去參加那個 110週年的遊行 就是全世界各地的一個大遊行 原來你是想要臉上畫成這樣 沒有 這是 這是因為剛好 原來 原來你是想去演鎮頭 原來做 對 做做的心裡有一塊是這個 不是 小燕姐 我們是宣揚台灣的文化 我們到時候 我跟妳講 妳看妳們那個樣子 真的是追風少年 對 妳下次穿十二婆姐 去騎那個車 跟不同的 我們那個遊行的時候 台灣的這個團隊 我們還有三太子在騎這個 你看像我們這個 是不是宣傳這個 我們的國家 對 還有國家 真的耶 有國旗 我們是去遊行的 而且妳騎得不要太爛 這個 對不對 大家都在騎 還差了國旗 對…就是整排 一摔倒換國旗 對 不過這個回憶 真的是滿開心的 對 這太棒了 這個很棒 去幾天 去幾天 去九天 然後騎了五天 對 五天就是一直騎一直騎 你老婆有抱怨嗎 我老婆到第三天的時候 她就問說 你們哈雷的熱愛者 是不是就是只要一直騎哈雷就好 你們一整天沒有做別的事情 你們就是早上吃完早餐 一直騎 中午停下來吃午餐 再繼續騎 然後停下來吃晚餐 然後就回去了 我跟你說 愛愛這種的就很瘋 我老公也是這樣 是對不對 她的夢想就是 我們從美國東岸 騎66號公路 各… 因為她是喜歡跑的 就是很快的那種的 不是舒服的 所以她還要我騎另外一台 我們一起騎到西岸 我覺得妳跟人家生孩子這樣 是不是又非常客氣 然後她說 我說那小孩子怎麼辦 她說我裝了一個旁邊卡給她 真的很熱愛 真的… 你們自己玩就好了 小孩不要帶去了 對 小孩沒有去 沒有去對不對 所以這十天也是 你爸媽放你們嫁對不對 他們幫你帶孩子 對不對 很好 真的很開心 很幸福 對不對 真的很棒 這個禮物很好 其實有些禮物 在實際上你看 婚前跟婚後就不一樣 婚後把家弄好 或者是騎個哈雷 買個小包對不對 聽個音樂劇 看個戲 這就是一個很實際上的 生活上的回憶 這個物質上的包 妳那個包不好賣 不好處理 不好處理 要買 要買一個好處理 比如說買鱷魚皮就很好處理 其實上次這個包是欣梅姐 這樣可以嗎 不是 欣梅姐建議我老婆應該 每個女生都要有 對 因為是一個女生 在這個成長過程當中 必定要有的一個包 是喔 對啊 我都沒有 我也沒有 還不到那個年齡 我應該已經到了 你不一樣… 每個人不一樣 今天非常謝謝 讓我們分享這麼多 愛的紀念物 謝謝